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目前香港股市的挑战 因为最新数据显示,中国GDP的增长令人失望 恒生指数在本周已经下跌了5.4% 投资者的信心受到重创 尤其是在阿里巴巴和京东等巨头的股价暴跌的背景下 与此同时,市场对于中国政府能否实现5%的年增长目标感到担忧 然而,并非所有股票都在下跌 金矿股和半导体股票却出现了反弹 显示出市场的分化局面 尽管如此,分析师警告 若政策不及时调整,未来的经济前景将更加暗淡 不仅如此,中国近期的刺激措施也引发了市场的广泛疑虑 投资者对政策的透明度和有效性感到困惑 许多分析师对于中国的经济优先事项提出质疑 并认为未来的政策可能并不会全面刺激消费 这使得市场情绪更加不确定 在全球范围内,各大市场表现不一 这也在加剧投资者的焦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将如何影响香港股市的走势 成为投资者密切关注的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聚焦于全球市场的动态和美国国内的重大社会案件 首先来看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香港股市面临连续第二周下跌 这一趋势是对中国第三季度GDP增长数据失望的直接反映 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 中国的GDP增长率为4.6%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4.58% 这加剧了市场 对中国能否实现全年5%增长目标的担忧 在市场波动中 恒生指数本周已下跌5.4% 恒生科技指数和CSI300指数也分别下跌0.4% 然而,不同板块中也有例外 比如紫金矿业因黄金价格上涨 其股价逆势上涨2.4% 同一时间,半导体板块也受益 特别是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SMIC的股价上涨了2.3% 这是受到了台积电季度财报超预期的影响 尽管部分股票表现亮眼 但整体市场情绪依旧偏向谨慎 投资者关注中国政府未来的政策走向 尤其是在财政刺激措施方面的动向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 中国政府此前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 让市场一度充满希望 但随后的具体政策细节模糊 使得市场信心受挫 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来自美国选举的因素 也让北京在政策制定上表现得更为谨慎 一些分析认为 中国的政策制定在于如何平衡刺激经济 与实现长远的结构性调整 这无疑是一个复杂的挑战 与此同时 全球其他市场的表现各异 日本的日经225指数小幅上涨 而韩国的KOSPI指数和澳大利亚的S&P ASX 200指数 则分别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这种市场波动 不仅仅反映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 也显示出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我们还需要讨论的 是从美国传来的一个重要法律案件涉及到性别认同的仇恨犯罪 这也同样令人关注 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名男子 因杀害一名黑人跨性别女性被判处无假式的终身监禁 这起案件于2019年发生 被告达夸 拉米克 李特因对受害者麦姆 多的性别认同感到羞耻 在他们的关系被曝光后 用枪将其杀害 这是美国首个因性别认同导致的仇恨犯罪 被定罪的案例 也引发了关于性别认同和LGBTQ加群体安全的广泛关注 检方在量刑中寻求最严厉的惩罚 而辩护方则争取李特的假释机会 然而法官最终没有采纳辩护方的请愿 认为案件的性质和影响深远 此案不仅反映了社会对性别认同的复杂态度 也凸显出在法律和文化层面 如何更好地保护少数群体权益 依然是一个重大一体 这种案件的审判和判决过程 对社会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它提醒我们 推进社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需要法律的支持 同时也需要公众意识的提高 尤其是在当前全球范围内 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 不断被重新定义的背景下 如何确保每个人都能安全 无恐惧的生活 是现代社会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 回到市场层面 香港股市的下滑 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反映了投资者 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谨慎态度 而美国国内 针对性别认同的法律案件 则标志着 社会在应对多样性挑战时的 进步和不足 这两者虽然一个是经济领域的现状分析 另一个是社会正义的讨论 但他们都揭示了 在瞬息万变的全球背景下 各地在应对变革时 所需要的敏锐和决心 未来几周 市场将密切关注北京的财政政策动向 以及全球经济环境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 社会各界也将继续关注和支持 在法律和文化层面推动多元包容的努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我必须说 香港股市的这波下跌 完全是因为人们对于数据的短视 中国经济的放缓 只是暂时的 说不定明天就会反弹的 比李小龙的高踢腿还高呢 根据历史经验 中国经济的韧性 可是有目共睹的 即便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 也莫能把中国打倒 更何况 现在的情况根本不算危机 只是一个小小的经济调整 我们应该乐观一些 投资者也应该抛下眼前的恐慌 展望长期收益 除非你觉得中国经济就此崩盘 那我只能说 别人的水饺是汤圆 你的眼光是短线 嘿嘿 楚天书 你的乐观主义真让人羡慕 但别忘了 现实可不是武侠小说 没有一件封喉的绝招 当前经济增长放缓 再加上政府刺激 措施的效率不足 这些都是蓝图中的暗交 你知道的 市场情绪比唐伯虎的话 还要难揣摩 就像市场上传言的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政策方向和切实的措施 那么股市的回调就是不可避免的 除了紫金矿业这类个别逆势而上的例外 整体市场的悲观情绪显然会让投资者的心脏 比他们的投资组合跳得更快 哈哈 谢琪琪 我认可你的怀疑精神 但也得看看大局呀 中国政府的政策 可是向来货真价实 他们的惊鸿一瞥 或许只是为了给市场造一个浪漫的悬念 等到11月 政策细节一出台 香港股市可能就像个被重新充满气的皮球一样弹回来 再说全球经济的复苏也是一个大事 总不至于让中国掉对吧 想想美国大选后的影响 如果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稍微缓和一点 那市场不就如同吃了大力水手的菠菜 一下子强壮起来吗 呵 楚天书 我知道你对政策细节充满期待 但你也得承认 过去的三周 北京的政策不作为和声音不一致 已经让市场心灰意冷 这就像是在期待一场烟花秀 结果只放了一个小火花 投资者可不是等着看烟火的游客 而是急着要撤出市场的现实主义者 如果政府在这时候不加速落实具体措施 那么投资者的信心就会像火锅里的豆腐渣 一碰就散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已经让人们够焦虑的了 别再期望奇迹降临 还是得看实实在在的行动啊 谢琪琪 你这样说让我想起了归兔赛跑的故事 谁说慢就是输呢 有时候慢工出细活 谨慎的政策调整才能避免大错 中国政府的步调或许不如你所期待的快 但他们的考量是长远的 战略性的 不是短期的兴奋剂 不过我们都清楚 内部市场调整的同时 外部因素也会影响很大 美国大选后的政策变数将会是全球市场的一次大洗牌 就像一场围棋 只有等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谁是赢家 我们要有耐性 毕竟投资的角度来看 时间就是一切的答案 楚天书 你这样说的话让我想起一句话 乐观主义者发明了飞机 悲观主义者发明了降落伞 市场不可能永远在高空飞行 有时候需要安全着陆 中国政策的迟缓和不确定性正是投资者担忧的根源 我们不否认长期的潜力 但短期内若无明确的方向 投资者就会选择撤退 市场的信心如同珍贵的瓷器 经不起太多的磕碰 如果政策不及时落地 香港股市的回调将会成为新常态 市场永远充满挑战 投资者要对现实保持敏锐 这样才能在风雨过后看到彩虹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对于当前香港股市 及中国经济的看法 展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两者皆有其合理性 但其中的逻辑推演与情感表达 值得深入剖析 楚天书的立场 以乐观的视角出发 强调中国经济的任性 试图通过历史案例 来证明目前的经济放缓 只是暂时现象 他引用金融危机的例子 意再告诉观众 中国的政策调整 有其长期效益 然而这种过于乐观的观点却忽略了当前市场情绪的真实影响 投资者面对的不是历史 而是当前每一个市场动态都可能影响其投资决策 楚天书的论点无法让人完全信服 反观谢奇奇则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指出政策的不确定性与投资者信心的脆弱 他的观点强调了当前市场的悲观情绪 并认为这将直接影响投资者的行为 这一点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尤为重要 谢奇奇成功地将讨论引向了现实主义 指出了数据背后的市场心理与行为 这是楚天书所忽略的 从辩论中不难看出 楚天书的理论建立在一种希望与预测的基础之上 他期待市场能够在政策到位后迅速回暖 这种期待无疑是可贵的 但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 而谢奇奇则更具说服力地基于数据与现实情境进行分析 他强调了不确定性对市场的直接影响 并提出了明确的行动需求 总结来看 楚天书的乐观主义固然激励人心 但在面对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时 过于理想化的看法可能会导致错误的投资决策 谢奇奇的现实主义则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市场脉络 提醒投资者在不确定性中保持警惕 整体而言 尽管两位变手的观点有所不同 却都提供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深刻思考 在未来的投资决策中 应综合考量期观点 既要保持对长期潜力的信心 也要对短期波动保持敏感 以便在风云变换的市场中找到最佳的生存之道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